竹筍的滋味清甜、口感爽脆 是主婦們在夏季喜愛選購的食材 無論是涼拌、清炒或做湯品 都是餐桌上受歡迎的料理喔 竹筍的品種有 綠竹筍 適合涼拌和煮湯 烏殼綠竹筍 全年都有生產 適合涼拌、清炒和煮湯 麻竹筍 適合燉煮和醬乳 夢中竹筍 分為春筍和冬筍 適合煮湯 桂竹筍 市場上常見的是以蒸煮好的 很適合燉肉或煮湯喔 劍竹筍 產期短 產量少 常見於山區 適合清炒 竹筍 竹筍 竹筍的盛產期是每年的5月到9月 而最好吃的時間是6月和8月喔 筍間不要有初清的 口感容易苦喔 筍身越彎曲飽滿 成羊角狀 筍肉越清甜 太過直的筍肉比較少 水深切口需洁白 摸起来滑嫩滑嫩 没有粗糙感的比较新鲜哦 煮水满回来后先带壳煮熟 不用换水 直接泡在里面 等凉了放冰箱冷藏 保存约一周左右 另一种方式是放入塑胶袋中冷藏 保存约两到三天 以上是食材的品种 采计挑选保存的方法 你学到了吗 下回去市场 你也是内行人哦